现在国民党内不是在做所谓的初选前 征召前的内参民调吗 就是他们说会纳入所有的人嘛 那也有消息指出说韩国瑜会被纳入嘛 所以大家有些人会在家里等电话 然后一接到电话就唯一支持谁谁谁 唯一支持谁谁谁 唯一支持谁谁对不对 可是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 就是说虽然内参民调每个人都纳入 侯友宜 郭台铭 韩国瑜 张阿忠 赵浩康 你们所想得到的人基本上都纳在内参的情况 可是内参不是跟自己比而已 你还要跟赖清德比 那现在的情况整个感受起来的氛围 以及旁敲侧击之下所得到的一些消息 似乎国民党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办法干掉赖清德的 非常的惨烈 内参民调最后是不是会是谁呢 这也是衍生到今天的这一个问题点 国民党谁来出战 侯友宜的民调真的一直在降落吗 侯友宜现在他没有任何的动作可以去做 因为他是新北市长 他维持他的人设 所以他待在他的位置上 你现在也不是疫情期间 新北台北也都不是热区 你有什么样的议题可以再登上全国的台面呢 难道你一宣布参选 你的民调就会标起来吗 我是不相信的 以风导个人而言观察这么久 民间的声音包含各方各派的期待 我是不相信你只要一宣布参选 你马上就可以民调就标起来 没有这么一回事的 当然我不断的在跟大家诉求 是你定于一尊 你只要定于一尊 你就可以起码大家要把力量团结在那里 但是个人的期待跟整体的社会氛围 那是两种回事 那对风导而言我无所谓 我说过谁出来对我来说 我都没有差 我讲了N级了 只是我看到了这一个很大的扛棒 支持韩国瑜在出来的这件事情 让我们内心里面就有所感触啊 就说哇国民党今天这一种情况 你最后要推出来的人要做这种大整合 恐怕是很难 南上加南你知道吗 你说韩出来会不会赢我们不知道 但他绝对是泛男体系里面一股很庞大的力量 相信大家一定都认同的 这件事情不是空口说白话 这件事情是来自于 不管是自媒体的传达出来的声量的本质也好 或者是3月4号投票的本质也好 韩国瑜他的确是一方之霸 而且他是很大的一个能量的集结 所以才会衍生出了这个议题 来我们今天先带进来这一块 台南竟然是台南 那个绿道不行的民主胜地的韩友会啊 挂出了这一个扛棒 这个扛棒是什么呢 重返执政2024就是希望他再出来选一次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扛棒 2024重返执政 身兼负天下之众 君为亲民心为贵 力挺支持韩国瑜选总统 中华民国是我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的家 中华文化是我的根 自由民主是我的宝啊 就是用这四句话里面来去说哦 那这是由台南的韩友会发起来的选总统的连署啊 在国道中山高 台南永康交流道盘高挂大看板 韩友会他也质疑啊 当主席朱立伦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葫芦里卖什么药 引起基层含有不安 呼吁朱立伦脱下手上的魔戒 举办公开初选 其实初不初选 本台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我的理念跟我的概念很明显 你要初选 你要有人 要有意愿 但是你现在愿意出来担任初选的人只有两个 一个叫赵奥康 一个叫张亚中 那你投票不管哪一个高 最后的结果你能接受吗 好 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说 这个初选不是说不能办 你们每个人都有初选的问题 可是我们从事实的本质 跟大家一起碰撞就是不是不能办 而是说没办法办 第一个号称为国民党最强母鸡的侯友宜 他又不可能自己跳出来初选 他不可能跳出来初选 第二个韩国瑜也不可能自己跳出来初选的 所以这两个都不会跳出来的情况底下 那你要怎么初选 所以现在才改用征召型的民调 而且我有看到这一个 忠实也有做这一个类似于投票 其实支持征召的人 还是占大多数的比率的 大概已经快要到七成了 所以现在是这种征召型的初选民调 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我都要讲 你要去看朱立伦是处理这件事情 是算是蛮有智慧的 他不是不愿意公开初选 而是没有人把初选这两个字 大家各自解读 就跟来 我想要问你们各位一样 最近马英九去中国 引起很多很多的讨论 不过这个讨论比不上一只沸沸 因为沸沸这件事真的是太严重 他是攸关于一条性命嘛 所以才会有人在说 哎呀马英九这个东西啊 没想要连沸沸比不上 我是觉得不能这样比啊 不管怎么样 他刚好时机点在这个地方大爆发 沸沸的事情有机会我们再来谈 我们现在要聊的事情是在于说 朱立伦这次这样子的处理 假设他真的像外界所说的 各方人马都纳入了这个民调的基石 其实他处理的就很好了 你去思考看看 三马中黄建廷有私底下找过他 有啊 赵河康不用说了 他们一定有管道可以联系上 那么其余的 韩国瑜如果也真的纳入了初选的民调 就征召型前的这个初选参考民调啊 只能这样子讲 侯友宜也一定会放进去 郭台铭也放进去 柯文哲也放进去嘛 通通都放进去的情况底下 这个党主席所做的这一个给 整体泛兰的人的期望 他就及格了 你懂吗 所以大家不是说啊没初选我不投票 那事实上朱立伦他已经用他的动作来告诉你说 啊有了 要就快点征召一指托 其实我一开始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很像 但我后来已经不这么想了 为什么我要讲 一指托是要托到自己的辩队啊 应该是这么说好了 你要征召谁 现在要就快点征召 这也是党中央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哦 有几个人都在在呼声嘛 一个呼声是初选 这个风导解释很多次了 接下来的这一个要跟你碰撞的就是 要就赶快征召啊 那请问你要征召谁 如果你现在把侯友宜征召出来 侯友宜的民调已经掉了这么惨了 他各界会服他吗 侯友宜是被我们外界称为是最强的母鸡啊 当然这不代表是全部 那你们去思考看看啊 假设现在朱立伦很用力的一锤定音 棒 我就征召侯友宜 来聊天室的 你们会完完全全心甘情愿的加一 不会的减一 我只问你们哦 我不问整个国民党的人 我就问我们风流的好朋友就好了 为什么我会这么问你们 因为你们的声音我每天在跟你们交集 我很了解你们内心的交集啊 如果你们减一的人很多 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去认同他啊 你这时间你征召他 那我跟你讲国民党就灭了 如果减一是大部分 那国民党一定灭掉 天啊你凭什么是他 就内心里面不服就出来了 你连耐亲德都不会赢 对对 杀咖都民调 你都不会赢了 为什么一定又是你 就是我跟你本来是同一种想法 赶快征召才不会有那么多问题 所以我也有讲过很多面向 我一度讲到人家认为我收了侯友宜的钱嘛 我要跟大家讲的 不是说我们的想法不好 对吧 就像我所说 你早点表态好不好 你晚点表态好不好 这一点我们碰撞过 可是没办法 你永远不知道说外界突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而现在赖清德就是3月4号的获胜 如果赖清德3月4号没有赢 3月4号本来是国民党一个必胜之局啊 可是如果那一天赢的是国民党的话 其实国民党今天没有这么多问题啊 就是侯友宜了他就慢慢的站出来就好 接下来你们每一天新闻会看到都是民进党的整合 民进党很糟糕 民进党很烂 赖清德无力 你们一定会看到这些新闻 可是你们不是 你们现在每一天所看到的新闻都是国民党很烂 国民党很糟糕 国民党现在各方诸侯熊聚这一类的事情 更可怕的问题就是在于现在 你看嘛 为什么会有人开始出来挂这些扛棒 挂这一些招牌 然后为什么会有人的期待会引发社会更多的讨论 不就因为3月4号输掉吗 今天的结构点不就是因为3月4号输掉吗 今天问风导我知不支持他再站一次 我说实在话 我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觉得清一色不会胡牌 今天如果真的是韩要出来做主教的话 他有他要克服的问题存在 你们不得不说 支持韩的人很多 但是反对韩的人也很多 所以如果你身为韩国语的支持者 你应该是想着在这个时间点 如何帮他交朋友 而不是如何帮他树敌 就会有一些有心人 他为了支持韩国语 每一天就像聊天室在说 在骂别人蓝皮绿骨 在骂别人说 哎 这一个不会做事情 今天就算真的是韩出来 你也是实定了 你们都知道说今天一开始就给你们 有这么多的问题点 抛给你们了 你们的内心里面要去思考这件事情 侯友宜 郭台铭没有韩支持者的票能当选吗 我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侯 郭 韩 目前为止 单挑赖清德都不会赢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残酷 会 那如果你都已经确定你不会赢了 那你打这场仗的意思是什么 这才是最可怕的 你知道吗 我讲的是实话 所以我说不管谁出来对我而言 我并没有特别的很强大的感受 你们曾经也定义我为猴粉 说我收侯友宜的钱 那上一集叫我不要讲太多郭台铭 说他就是一个商人 然后我讲韩国语的时候 有人跟我讲他不是韩粉 不要每天讲韩国语 我说都好 反正风倒都讲 都来跟你们碰撞跟讨论 因为对我而言 贼出来选 他一定要取得最大化的共识 单挑赖清德 现在就是输的 所以我的结论永远都是 这一次的选举一定要有韩国语 但是他不一定要做教 你如果看我的标题你就知道 我没有说他一定要出来做教 他出来做教的话不见得会赢 但也不见得会输就是了 只是他不一定要出来做教 因为他有庞大的支持者 相对的 他也有庞大的黑韩产业链在后面等着他 侯友宜 不要觉得侯友宜 你现在推他出来他一定赢 一派的人在等着他 尤其他跟韩国语的支持者之间 那一股不可调和的矛盾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办法有一个结局存在 在外界听这个声音 你就可以很清楚 国民党的人可以刻意忽视这个声音 但是这不代表这个声音不存在 那相对的 我反倒觉得现在的郭台铭 因为他毕竟他不是国民党内的人 他反倒要处理的矛盾还少一点点 而他今天又出现了这一个 他不是也要去华府吗 就有人就在说了 如果说今天郭台铭 他的行程比柯文哲还要精彩的话 那岂不是就是很让柯文哲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吗 好没有 郭台铭今天晚间前往美国展开 为期12天的科技经济开拓之旅 这就是我们在讲的 郭台铭他有足够多的时间跟自由度 凌驾于侯友宜的点在这个地方 所以不管是侯粉 郭粉 韩粉 其实这些大人们 他们要去思考的事情是 他们到底要不要赢 所有的矛盾定于一尊 韩站在候选人旁边登高一夫 一定迎刃而解 这就是封岛其实当时候最大的主张 如果你是今天才进来的人 你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主张 但我的主张一直以来都没有变 但前提是在于说 这个矛盾你不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搅黄掉 如果这个矛盾在这个过程里面搅的太黄 那你也不用玩了 你最后的结果你一定是输的 韩国瑜已经在2020被黑的差不多了 现在还要黑什么都是老梗 这句话其实我有用一个 你们觉得可能会很有意识形态 在冲突的比喻给你听 那个林志坚也被黑的差不多了 林志坚啊 他新竹棒球场啊 他杠台大论文啊 他能够黑的 我们能够能够讲他的都讲的差不多 如果他现在去当赖清德的副手 形成赖兼配的话 你觉得会怎么样 你只要思考这件事就好了 我要讲的仇恨值就是这件事 我不是拿林志坚去类比韩国瑜 没有这回事 我讲的是仇恨 就是寄存的仇恨这件事情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去思考哦 因为当你活在同温层的时候 你不能换位思考的时候 你就会错估掉仇恨的本身 回过头来 你去思考这件事就好了 林志坚如果敢出来当赖兼配的副总统参选人的话 跟你讲我的粉丝瞬间可以挑战30万订阅 绝对的100% 把韩国瑜比林志坚 我不是比他 我比的是仇恨 好不好 我不是比这两个人 我比的是这两个人底下运作的产业链 如果你们的寄存印象都是 啊 林志坚比韩国瑜神经病 林志坚盖的东西那么烂 韩国瑜做的事情这么好 这两个根本就不可以类比的 你懂吗 我在类比的地方是彼此底下支持者之间 这一股仇恨 就很像林志坚今天再出来的话 怎么样 仇恨值一定拉到满拉到崩 回过头来 韩国瑜你再出来的话 没有说不会赢 嘿 没有说不会赢 但是你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 你们要挡得住外界的狂风暴雨 所以韩国瑜我就一直觉得他 抬轿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2022年 也有人因为他的抬轿 出来吵架 就说他出来是败票 失败的败 他就说韩国瑜就是败票的 哇 当时候还有人特别开直播来咬他 看得我超级不爽的 真的啊 我还出来骂 当时候我们唐风暴是怎么样 在跟韩总的行程的 你们很清楚 我还跟到出车祸 真的是捡回一条命啊 不过我要跟你们讲 那时候真的很不爽 因为我们认可这股力量 所以我们才会去追踪这股力量 才会去报道这股力量 这个是已经很真实的一件事情 我们都是行为 谁在乱骂 很多啊 当时候一堆人在骂 就说韩国瑜出来败票 结果呢 后来呢 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发生的事情很明显 韩国瑜每出来一场 那一场就爆场 出来两场那一场就爆场 出来三场那一场也爆场 他后来连续出来32场 辅选32个公开的人 中了30个 力不厉害 那值得大家刷掌声啊 是败票还是替候选人拉票 清清楚楚嘛 很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韩国瑜 他的力量是中华民国派不可或缺的 再用3月4号一比较 他一没出来而已 连神力女超人的基本选区 8万票有36000人都不出来投票 跑去哪里了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适合抬教 这是结论 因为他抬教没有人打得到他 这是非常棒的结论 如果他抬教有功 那么他可不可以当个行政院院长 不然当个农委会的部长 把他这股韩流的魅力 他个人的魅力 运用在我们的民生上面 让国家可以往更有效率的地方去运转 这是我个人嘛 阿韩出来好不好 也好啊 如果他今天还想出来做主教 最后是国民党定于一尊的话 我也100%支持 但是前提是国民党定于一尊 今天不是我要抬任何一个人出来 而是今天国民党最后在内参民调之后 如果最后内参民调 结论就是韩国瑜 那我告诉你们义不容辞 我们还是每一集 一定都把他扛上去 没有问题 但现在就还不知道是谁 现在可能你们还会接到电话 就是侯友宜 郭台铭 柯文哲 韩国瑜 张亚忠 赵好康 你们支持谁 你们还是很有可能会接到这电话 根本就都还没有决定是谁啊 不管怎么样 本台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不抬轿 我不想替任何一个人做报 没有意义 但我会把所有的现象给你们 这有意义 就很像我觉得目前为止 我这样看各局的局面 我就会去讲 侯友宜 他的被局限的点 就是现在 时间跟空间 因为他是新北市长 他就是被局在这个地方 你就救不了你的民调 那你这样子要当最强母鸡 我光是从时间序列往后推都知道 后面会很难玩 侯友宜的人一定很紧张 这是肯定的 再来 郭台铭几招出的很不错 他一开始出的很烂 被我做了一集骂 骂他的幕僚 可是他后面几招就出的不错 不管是去拜庙也好 或是现在去美国 起码他有机会让他的支持者们 看到他的动作 就有机会去翻转民调 所谓用韩国瑜抬轿再一次消费韩国瑜 我觉得你下这个结论太狠了 第一 要韩国瑜出来抬轿 需要取得谁的同意 你知道吗 韩国瑜本人啊 你以为韩国瑜每一个人都会去抬吗 当时候2022年的时候 虽然他出来很多场 但是他不见得每一个人他都会去关心的 他要抬轿是取得他自由意志的同意 没有任何人可以逼他 谁可以代表韩国瑜 只有韩国瑜可以代表他自己 以否他要他就要 以否他不要 谁也逼不了他 就很像3月4号 党不希望韩国瑜去帮忙站台 所以没有邀请韩国瑜 所以韩国瑜有自己去吗 没有 所以他自己愿意配合党中央 3月4号难投书 谁要盖瓜负起全部责任 国民党啊 朱立伦啊 韩国瑜什么 他出来就是消费他 那这样子不就32个候选人 都在消费韩国瑜的能量 那很奇怪 那当初韩国瑜2020在选总统的时候 那别人为什么要帮他 你知道一降功臣忘谷哭吗 一个人想要完成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旁边要有多少人出一分力把他抬上去 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的 没有人可以去违背自由意识 人跟人都是这样的 你帮我我就帮你 很熟悉的 你懂得感恩 我就懂得感恩 你含在你们的心目中 如果是重情重义四个字 然后你说 哎呀他出来抬教 他就是在消费他 那我问你们 韩国瑜如果2024 假设是侯友宜出来 韩国瑜都不出来抬教 你要外界怎么看他 韩国瑜又要被冠上千古罪名 所以他怎么做都不对 他最好的做法就是他根本就不管 他就是怎么样 他做他自己 好不好 我要讲的话真的是很简单 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 你有事的时候 别人是怎么做事的 你没事的时候 别人是怎么做事 就这样而已 很清楚 所以韩国瑜帮了那三十几个人 你们可以看出来 在选总统期间 这三十几个人 也是对韩国瑜尽心尽力的去付出 人跟人就是互相的 也是尽全力 希望把韩给扛上去 难道不速吗 我只是借由这件事情 来去跟你大家去讲 侯会抬教吗 你不能问我 所以侯被人家干扣吗 侯友宜2020年 为什么很多韩粉对他愤怒 这一点 很多人不敢讲 我敢讲啊 为什么 啊你看新北的票 开的票不漂亮就好了啊 这有有什么好说的吗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在讲的 但这是侯友宜要努力去解决的问题 这党内的问题啊 如果侯友宜没有把这个 诚意跟态度给他解决出来 你以为韩国瑜站他旁边 他就可以消弭很多的仇恨吗 我个人真是持一个很庞大的质疑态度 对我而言没差啦 我还是会投啦 嘿我还是会投啊 对我而言没差 可是你以为那个我是千千万万个个性蓝吗 侯友宜最大的问题 在国民党内不是深蓝的问题 是韩粉的问题 好我再说一次 侯友宜最大的问题 绝对不是不只有 只有定义为深蓝问题 是韩粉的问题 韩粉里面有一大群人 他在思考说 为什么2020年你不出来帮忙我 2024年你来选我就要帮你 凭什么 这我看到的声音 但是封岛会投票 我当时候我也在想 可是没办法 因为我说了你不投票就是 你认可现在的执政团队再给他去 而且侯友宜有很烂吗 我觉得也没有 说实话我觉得他没有很烂 只是你要我给他讲说 用全国的高度来讲他有多好 我也讲不出来而已 没有郭粉吗 有这前几集我没有说过 郭跟韩之间 跟国民党之间 反倒没有那么多要解决的问题 可能就只是一个态度问题而已 郭反而好解决 侯的结构型问题 那个真的登高一呼 才会真的出现 我觉得不用登高一呼 现在党内正在做出征 正在做征选民调 有心人 稍微看一下那个民调比率 可能会吓一跳说 侯友宜可能没你想象中那么强 你信不信 我讲真的 那是我看不到民调 我们只能从旁边的风声 去听一下 听一下而已 可是如果说真的是在内部的人 去看到侯友宜民调 说不定他真的会吓到 说 诶 啊怎么跟外界的不太一样 我不是要凑吼 你们一下说我收他的钱 一下说我凑他 不是 并不是的 我讲的问题点 只是我在外界 很认真在观察到的问题 就是人跟人是互相的 侯跟韩之间 本身他们可能大人之间没有什么 可是底下支持者 他真的有内心 有那种 那一种纠结 就是为什么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在 而你需要我 我就一定要在 我看到的是那股纠结 而那个纠结是别人不敢讲的 因为怕怎么样你知道吗 破坏团结 但是我在想一件事情 现在哪有破坏团结这件事 现在就是你要把事情摊出来 大家去了解一下 真的有存于这件事情 那未来大人们在表述的时候 要试图去疏解这些事情 到时候侯如果真的要出来 他才有办法 让侯家军跟韩家军变成同一股力量 战胜 赖神 我前面讲的很保守说 侯友宜的支持者跟韩国瑜的支持者之间 他们有一些矛盾 我讲的 那时候我讲的其实没有讲到这么的白 但我今天就直接白话跟你说好了 反正都在做内参民调了 我就告诉你 这个有仇恨的本质在了 这仇恨的本质 不是你跟我可以讲几句话可以解决的 这仇恨本质要大人自己去解决 而且可能要透过很多的窗口管道 像我们这些自媒体都是很好的方式 谁定于一尊 谁就过来这里聊一聊 去别的地方聊一聊 那大家蓝营的聊蓝营的事情 聊蓝营的这一股情绪 试图啊 透过这样的爱屋及乌的方式 透过一个一个温层的方式 把这一股情绪输掉 才有机会 把输解掉的这情绪 才不会让选举输掉